大城市之所以被称为大城市 就是因为人多 有的城市的人口都一两千万 非常的繁华 经济也非常发达 不论你是去这工作 还是探亲 还是去游玩 你会发现特别的有烟火气 因为你走到哪都是人 那为什么人们都愿意待在大城市呢 其实很简单 大城市机会多呀 资源多呀 热闹啊 对吧 你看现在的一些大学生毕业 首选的就是一些大城市 或者是有潜力的这些新线城市 包括我们之前所说的 你如果不出远门 那最低你也得去你们省的省会 对吧 你说这个湖南的省会 长沙是不是人口聚集地 还有湖北的省会 武汉 对吧 山东的济南 河南的郑州 你看这些地方呢 它都属于是这个 人口比较多的城市 那但是呢 有些城市 它就留不住人 留不住人的原因有很多 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这生存啊 感觉的压力比较大 你比如说你在这生存 第一你挣不到什么钱 你空有一身本事 你使不出来 另外一方面呢 你这个生活成本比较高 包括你住房 这价格也高 你去租房 你发现呢 价格也高 那总之呢 你在这工作了一年两年 生活消费太高了 然后呢 你也没攒到什么钱 你要想发展呢 这的工作呢 可能又不对你的 这个专业 那挣钱又难 所以呢 你得离开 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说一说 有五类城市啊 它工资低 房子也贵 消费也高 这五类城市呢 是无法留住人的 我们具体来讲 当我们去这个城市 去发展的时候 一定要留意身边 是不是有这样的城市 如果大家有什么 不同的意见呢 我们都可以在评论区 进行留言互动 那首先第一类城市呢 就是资源枯竭型城市 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呢 在之前是非常繁华的 我们知道呢 我们国家的 有些地方资源是比较丰富的 提到山西 我们想到什么 想到的煤炭 比较 这个资源比较丰富 那比如说 我们之前提到的 现在的房子 非常便宜的这个鹤岗 那之前鹤岗 其实呢 就是煤炭资源特别的丰富 那当时啊 是大量的人来到这 因为你有煤炭资源 它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点 那这个时候呢 就各个行业啊 都会呢 有大量的用工需求 来这呢 能挣钱 而且还持续 虽然呢 时间长了 拖家带口的呢 就把这个城市的人口给增加了 那自然而然呢 你这工资高了啊 然后呢 你这整整体的人多了 你这个城市的经济呢 就上去了 消费呢 也上去了 然而呢 你随着这个煤炭啊 这些资源啊 包括我们说 还有很多地方的这个资源啊 比如说这个风力资源 水力资源 那这些资源呢 它可能不会枯竭 但是呢 它会有一个战略转移 啊 你比如说 以前有些地方 它建这个 就是风力发展站 那后来呢 觉得这个整体效益不行 这取消了 不需要这么多人了 那于是这个城市的人口 就在减少 它是有多方面因素 影响的 好 慢慢的这些资源啊 包括战略方面的调整 那这个时候呢 人在这就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了 那之前的辉煌不在了 好 外来的人口又很少 因为你一提到这个地方 你就知道啊 之前很发达 现在呢 没落了 那人越走的越多 那整个城市的消费提不上去 经济自然而然就提不上去 那我们之前看贺港 不就这么一个例子吗 对吧 这儿的房子啊 就是很便宜 我们在大城市呢 你可能五万块钱 只能够买一个平方 那你在这儿呢 五万块钱就能够 直接买一套房子 这个一点都没有吹流 还有我们说 这个甘肃的这个郁门 对吧 之前也是资源非常丰富 那后来呢 没有这些资源了 这个城区就慢慢的没落了 所以呢 这种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呢 实际上是没有多大 发展前途的 它现在的一个规模呢 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很多内地的这种县城 也就是说呢 只有一些本地人在此居住 外来的人口呢 很少 甚至是没有 那这儿的房子 它只有居住属性 而这儿的工作呢 工主呢 相对比较单一 这种资源枯竭型城市 有个典型的特点 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工作岗位就刚刚好 就是已经被别人全部占满了 而且呢 都是以本地人为主 说个不好听的叫什么 人情社会 每个县城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而县城呢 也虽然不属于资源枯竭型城市 但是大部分的县城 它人口是往外流的 这个你要搞清楚 那第二个呢 就是人口大量流出的城市 这个呀 在很多三四线城市 这个身上呢 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你想想 我们从1998年房产改革了 对吧 我们越来越多的人 进入到城市当中 物工 从农村进入到城市当中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人口是流失的 当然在之前的这个人口流失 它是暂时性的流失 那你比如说 为什么我们之前 中国有春运呢 一方面呢 是我们当时的这个交通 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因为我们当时的这个 铁路虽然很多 但是呢 我们的公路啊 我们的飞机啊 这些班次都比较少 那很少有人呢 就是说去通过自驾呀 去通过坐飞机呀 回家 相对占比比较少 那大部分人还是什么呢 比如说骑摩托车 比如说骑火车 对吧 那高铁也是 这几年才兴起的 以前我们都是与绿皮车 对吧 我们在这个火车站看了最多的 就是绿皮车 还有这个红色的这种火车 对吧 高铁很少很少 而且当时高铁少呢 价格也贵 那很多农民工啊 在外面呢 就是打了一年的工 省吃减用 为了什么 为了能够让子女啊 就是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 所以呢 我们在春运期间 就尤其过年这段时间啊 每个火车站都是人满为患 那这些人口都来自哪呢 大部分都来自这个三四线城市 那后来呢 我们国家这个高铁啊 开通了 这个铁路呢 是越修越长啊 里程是越来越多 那增加了班次也多了 近几年 虽然我们也在提春运 但是春运好像没有那么拥挤了 因为坐飞机的变多了 自驾的变多了 对吧 坐火车的呢 这部分就被稀释了 所以我们就不会感觉到拥挤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看 当三四线城市的高铁修通了 它其实是加速了 我们人口的一个流失 很多城市啊 很多这种三四线城市 你到了晚上你可以看 包括下属的乡镇 到晚上都是黑内瞎火的 房子就常年上锁的 包括县城买的很 就是很多这个 商品房也是没有人住的 就可能已经卖掉了 但是没有人住 人都集中到这个一二线城市了 他这个人口呢 流动是有一个规律的 就是本省的人 他如果不想跑太远 比如说家里面还有老人 他想照顾的话 又不得不出去打工 那基本上就会在这个省的省会集中 就我刚才所说的 比如说长沙呀 郑州啊 武汉啊 等地 一有什么事 我开车也好 我打车也好 两三个小时就能到家 所以这个三四线城市的人口 流失的是越来越严重 这种城市呢 基本也是留不住人的 一般基本上都是呢 这个老人呢 还有一些孩子在家 是吧 青壮年 劳动力全部到大城市里面去了 那第三类是什么呢 就是工资低 消费高的城市 这一类的城市呢 主要是以沿海的三四线城市为主 那为什么呢 它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它自然资源比较丰富 什么叫自然资源 就比如说 它利用海岸线 它这儿的风景好 是吧 它成为了一个旅游城市 这种城市呢 平时的人很少 但是到了夏季 这个旅游旺季 实际上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个城市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它在这儿的工资 是非常低的 和内陆的很多三四线城市的 工资没有什么区别 也就三四千块钱 是吧 你加加班呢 可能会拿到五千 那消费呢 就非常非常高 因为它是以海鲜为主啊 对吧 你靠海边 你肯定要利用当地的这些资源 然后呢 它的这个消费高啊 工资低 而且房租又高 那这儿呢 基本上就是留不住人的 还有那是什么呢 还有那是人口大量流入的 这种三四线城市 但是它这种呢 主要是以工业为主 你比如说这样沿海的一些城市 三四线城市 它没办法呀 它这工厂多呀 对吧 虽然是个三四线城市 它常住人口不多 但是从外地过来务工的很多 比如说原本这个城市 它常住人口 它只有100万到150万 但是呢 你如果加上这些打工的 它可能就会变成到300万到400万的这么一个规模 所以呢 它工资仍然是处在这种工厂的这种水平 但是呢 它消费是很高的 因为人多嘛 对吧 所以它的价格定高一点 它也不怕你不消费 因为你还在这打工啊 那这类城市呢 基本上也是留不住人的 那么还有呢 第四类人 第四类这个城市 就是老龄化特别高的城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些城市啊 这类城市也是以三四线城市为主 它你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这里遇到的这个年轻的啊 男孩子和女孩子很少很少 你要见到这个年轻的男孩子和女孩子 只能在哪见到呢 只能在这个学校里边 或者是市中心的这种购物中心才能够见到 那平时大街上你都看不到 基本上都是中年人老年人啊 尤其是老年人特别特别多 你如果细心观察的话 你可以观察有一些这个公交车上面啊 一到了这种感激的时候啊 或者说什么聚会的时候 公交车上面全是老年人 那老龄化城市过高的啊 这种城市 它其实呢是没有消费的 老年人吧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父母现在已成老年人了 你看他们节不节省啊 如果说超市发什么啊 就是有什么活动是吧 买什么东西 要送鸡蛋呢 送牛奶呀 送什么东西的 你看他们早早就去排队了 对吧 他们就是省过来的 那一辈他们这个习惯已经改不了 已经刻刻入到骨子里面去了 所以呢你平时你指望着说啊 让他出门去住个酒店 出门去打个出租车 或者说呢到这个大饭店去搓一袋 那或者说花个四五百块钱去买一件衣服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整体的这个老年化城市特别严重的城市呢 就消费带动不起来 年轻人又很少来 那自然而然的很多工资啊就比较低 甚至呢有些工厂甚至出高价 你招聘这个年轻人都不来 这种城市呢就是发展是比较受限的 而且呢他的工作呀或者各方面 就是工种啊 类型也相对来说比较少啊 比如说你学的专业啊 你觉得你这个专业很有前途 可是你跑这个城市你发现 这个城市没有这样的需求 也没有这样的专业 那还有呢第五页呢就是资源负荷啊 超负荷的这种城市 这种呢我就要说到很多大城市啊 其实以前我经历过 就是有很多人到了七八月份啊就回家了啊 就不干了 说我辞职了我要在家休息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大城市现在已经是超负荷运行啊 比如说北京你说人多吗 人多 但是我们知道在城市里面 虽然说资源比较集中 但是你集中啊 你架不住人多呀 而每一年还有很多人在这定居 越来越多的人集中在这 那这个城市就是超负荷 超负荷体现在什么呢 物价飞速的上涨 啊 还有呢 这个房价啊 飞速的上涨 这个房租飞速的上涨 在北京的人都知道啊 这房价啊 你除非在特别偏的地方去买 你只要在北京的市中心买个房子 说实话啊 有的家庭一辈子可能都买不起啊 因为房价实在太贵了 你就即使年轻人刚出来工作 也有一大部分的这个收入 在房租上面 你比如说你一个月赚六千块钱吗 可能有三千块钱都是房租 剩下的才让你吃饭消费的 那你根本就攒不住钱啊 所以说这种城市呢 看似机会很多 但是你要知道 当大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阶级 阶级啊 这个等级就已经形成了 对吧 就像我们从农村进入到城市当中 人家先来的啊 人家享受了之前的红利 是吧 时代的红利也好 城市的红利也好 人家享受到了 所以呢 他会变得很有经济啊 这个 但是呢 当我们来的时候 一穷二白啊 而他们就变成了剥削我们 或者说占据我们资源的那群人 我们永远啊 我们因为晚来 我们永远就成了最底层的人啊 所以呢 当我们进入到这种城市 你想往上爬的时候 除非你真的有过硬的本质 或者说你从事什么 别人啊 不怎么知道的南海项目啊 一般的现在的 我跟你讲互联网发达 人的头脑越来越聪明 只要你能够想到的 别人也都能够想到啊 就即使你想到你还没有做 别人可能都已经做了 所以我们的整体竞争呢 就变得特别特别大 再加上经济环境不好 你看大家挣钱是不是都比较难啊 所以呢 我们说选对一个行业也非常重要啊 选对一个城市呢 更重要 好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